有練的嗎 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真的太多了 昨天是不是聰明 你看 歡迎收看今天的 我一支 Spell Yeah 每次看到我們主持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就知道每一支有突破 新的訂閱人數關卡 來我們也注意現在是恐怖的多少人 每一支支 已經恐怖了兩萬的訂閱 謝謝囉! 是像我們突破兩萬大方的時候呢 我們要介紹我們新的鼓掌出場了 你是誰呢? 登登! 大家好,我們是7號 這關期間我們也募集了很多蜜蜂們想要了解的問題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每一支的每一支影片 背後到底付出了多少的心力 然後小編們到底稍微的幾部乾呢?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為大家做完整的節目囉! 那第一題 第一題 第一題呢就是 為什麼想要創建很一支這個頻道呢? 為什麼? 這個問題我們也是想破頭了 那據老闆的說法呢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將 金色的醫療知識變得很突破有趣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影片來呈現給大家 因為影片它可以有 視覺、聽覺、還有... 情覺 哈哈哈哈 想要跟你一起走到最後 就是讓你可以 影音同步享受 BUT! 很多人都會搞出我們的名字叫做伊美智 但是其實我們是叫做... 美一支! 美一支呢除了YouTube頻道之外呢 我們還有不同的平台 當時官網、FB、IG跟LINE AT 那我們現在來回答第二題 網友的問題 第二個網友問說 雅各內分解後永獨怎麼看呢? 欸?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都已經... 沒有經費跟請醫師了 所以我們會再找時間回答你這個問題喔! 但是我們還是非常歡迎大家 可以多做提你們的疑問 或者是想要看的東西給我們 那我就會去找醫師 然後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但是在這邊還是要澄清 美智是美體 都是等作!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我們回答的問題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看到你真實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今天你還是要去門診給醫師實際評估 才能夠真的治療我們的問題喔! 另外我們還有收到很多秘密門 我們超晚想要我們回答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很好奇 每一支的每一天報導 背後到底是有怎麼樣的流程 然後讓這件報導的誕生 究竟有多少小編經驗 多少徹夜分離的夜晚 然後燒壞多少乾 然後才可以讓這些報導順利的問世呢? 那今天我們就要由大家來問一的問解答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看我們的西卡編 對!這個是一個文字報導產生的過程 西卡在做這麼多事情 他佔了這些時間 但是他的情緒品質究竟如何呢? 會有找議題啊、寫榜桿啊、約訪的時間 然後再來就是中間開始 先開始自我激勵一下 然後把文章寫出來 你就會覺得超級海液寫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要審問中的在調整 因為發現自己可能要改很多東西 希望醫生不要覺得自己寫東西很瞎 然後之後就進到製圖就覺得 欸!好了!就是這個過了 大概一篇文章的產生過程 就是這麼複蜜的畫面 可是你話來說 其實是在自我激勵、自我打氣、做我鼓勵 你都能自我勉勵的呢? 我就會摸摸自己說我很棒 我可以這麼摸自己 你可以現場示範一下嗎? 歡迎到FB與他互動 下來看著 因為我要做自己的行程 我覺得比較難一點 主要是拍攝的話 也會比較稍微平一點 那現在來看你的心路歷程 他就是一個完全已經快要有照應症的狀態 結綁當中的部分其實就太好了 算是平衛 然後從約綁開始就完全往下掉 然後再也是拍攝也往下掉 因為我常常拍攝的時候 是不會沒有睡綁 然後我就會亂講話 然後我就會講錯話 電綁的話呢 是因為沒有看到本人 所以醫師可能感覺不到我的愜意 所以我就更害怕會講錯話 所以電綁都會在那邊下面 整個影片又掉到湖底 然後在計畫裡面 腳又更下面 他就直接往下沉 上家抱著 我覺得滿開心的 有種自己是個奈米的工程師的感覺 然後再往上再噴出去 就是做各種美編圖 但現在就時間 就是比較短一點 所以快樂成功都很準 人生就是這樣 起起伏伏伏伏 下一位也是 有根靠北邊 ㄟ這個名字很稠耶 對耶可以幫我拿個馬賽克嗎 謝謝 能不能通猛這裡 代出的是被Boss電放的時間 心路立場會是怎麼樣呢 從一了 高潮 最開心的地方 為什麼會一路往下滑呢 主要能說 一開始要跟同事分享 這些目標規劃的時候是帶著夢想的 然後再來就是現實的時候 就是能會演時間就看到實際的成效 然後主持是還蠻開心的 可是有時候會遇到一些攝影師 他不敢直接打斷、鬆鬆講話 所以就變成說鬆鬆 可以跟他們話一直不斷重複講 這個時候可能就是會有一些情緒起伏 但是基本上海克是開心的 我那影片後光就是最後攝影師的一集 然後之後就要去見POSE 所以不然讓大家可以心情好一點 請大家看完影片 還有在我們社群如果你有看到 喜歡的東西都放滿 按讚、留言、分享好嗎? 謝謝大家 好啦我們剛剛講完文字編輯的部分了 那我們現在進到影音編輯的部分 最後一就是我們美伊智的影音編輯海邊 大家其實平常可以在日後留言跟他活動 這些都是我們海邊回的喔 想哽、想到懷疑人生 但是其實我們海邊有很多很不錯的作品 他最後呢就是想標上架跟修改 但他那邊其實就會一直不斷的被打牆 因為海邊不太擅長的就是想標跟修改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海邊呢 跟他的心路歷程到底是怎麼樣 也是滿七一血體和平的 可以看到他從早一體開始還算開心 然後接下來斜坊就有一定會往下掉了 然後接下來約訪心動醫師 因為一定是心動醫師 所以就是還是會滿開心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年輕兵集拍攝竟然流很高 剪輯想哽像 海邊就是一直喜喜也撥撥 原來人生一樣喜喜也撥撥 然後回覆留言超級嗨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留言 這樣子海邊才會覺得自己的工作其實是 還是被認可得很開心 下一位呢 海高豬 怎麼就要改變 跟器材可以有感情 喔 他是比較感性路線的 那種以情緒感化人家這樣子 情緒 情緒感化人家 所以他拍攝之前他要先跟他聊聊天 對 你是不是好像今天這個腳蠻乾淨的 可以放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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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嗎 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對啊 然後請他一下愛你有寶貝嗎 這樣子 昨天吃太多了 昨天是不是衝著你看 然後再來是被自己動了 快樂的主唱 對 快樂的主唱 他太曉得他到底是用什麼方式 對 感覺這位的精神狀態有點問題 怎麼不方便誤問 我們來看一下抓乾淨他的情緒變化 這個時候跟器材很開心 因為你知道剛做那些事情就是 可以想像他有什麼開心 還沒太順太吸吹 對啊 再來是香跟菁姐 他也是吸吸吹吹 跟海邊一樣 然後被自己動了 竟然這個還要目標了 真的是鬥得很熱 那最後我們還有一位重量級的底音編輯 他的女生說 看我這邊 但是到底是看哪邊呢 這其實就見仁見智囉 感覺他工作蠻爽的耶 而且他還賭房 剛剛還是寫 他要等於就好了耶 超爽的 玩弄醫師瓜號拍照 好變態喔 他還蠻爽的 看我這邊是 你知道我們整個 團隊最爽的一個人 大家知道了吧 然後還有什麼 垂心肝 他的工作垂心肝耶 垂心肝還站蠻大一格的耶 這個人格是在分配的有問題 對啊 然後你看 還有一個人去吹風 哇 很大一塊耶 可是他下面有一個很龐大的剪輯 然後那個火 烈火 你看一下看我這邊的心路歷程 你看 他就很開心 哈哈 要不只剪輯都在上面 像剪輯地以外 在下面 對齊齊摩扶 可是一個人去吹風 欸還不錯喔 然後出租帳這樣也還OK 放棄的影片點贊 對 然後就是都還蠻嗨的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說這個人 他最想 對 你知道有劍嗎 外面是 其實我們做這些事情 也就是真的那麼痛苦 大家還是很快樂 所以才能堅持到現在 那也希望鏡頭前面 你們可以給我們多多鼓勵唷 謝謝米粉們的支持 謝謝 接下來的問題裡面 是很多米粉們都想要知道的 就是呢 因為我們的當家主持人 忠忠他的握手會 到底什麼時候會辦 那會不會是用這些名照呢 你就讓他本人親自來為大家回答囉 好首先感謝大家呢 不嫌棄我呢 還那麼支持我 躺在下面留什麼 我愛忠忠之類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是誰 但是就是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因為呢 我已經要去生小孩了 大家有看到嗎 我的肚子已經很大了 所以我會跟大家就是 告別一段時間 那在我不在的時候呢 也會有我們其他 演唱的主持人 然後也會有很多很多 新的精彩的專題 會請給大家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 繼續支持每一支喔 好的 那我們松松的 已經主持過非常多集了 那我們現在這個環節呢 稍微看看他之前的出道座 第一支影片呢 其實松松是跟智琳一集出道的 就是每一支影片的第一集 那是訪問這個情緒治療 對 我現在回想起來 為什麼第一集就讓我這樣子 主持這麼辛辣的節目 這我現在覺得有點緊張 就是表情有點尷尬 你們兩個一個狂片頭 對我們就是聽他講 去學習 然後還有出片頭的部分 就是那時候我們的動畫師 是特別針對我們第一次上節目 穿的衣服設計的動畫 就是有那個小小的去冰箱 然後每一支這個系列影片 就是見證了我從瘦到胖的一個階段 有10公斤的距離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 回顧一下我們瘦的時候 好 我們剛剛看完松松的出道座了 那其實我們呢 夏夏他也曾經有主持過節目的喔 那我們來看看夏夏特別的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你之前的出道座 跟現在到底比較想有什麼差別吧 你跟美專家 我可以開始嗎 看來這個力道 都不太年輕了 怎麼剪啊 神經片 哇你看到專屬的片頭 而且我那個時候其實 拍完片頭之後 過沒多久就去剪頭髮 所以我們的動畫實在蠻崩潰的 人家就不聯繫 剪頭髮後來就越剪越短 前一代髮髮 那個髮髮 那髮髮各種那個 喔各種的 然後手上的東西都會我 然後他主持那個 陰莖的 是我也那一集 對不對 欸不知道蜜粉 妳可以看這邊 就是下面會沒幾 其實都會有不一樣的東西 一直在我手上被拔 就是當初呢 其實本來就是想要讓我走一種 氣質的路線 就是做蜜粉們應該也沒有看出來 因為就是我穿的樣子 穿著了 然後還有就整點縫 就是其實就是蠻走氣質風格 但是其實我本人的個性 跟氣質有一點點距離 所以現在呢 還是不斷的在調整自己的 主持風格當中 就是太行 購備一本 多多 給意見 留言 有暖心的留言給意見 那要來運動一下 我們今年年底的專題報導喔 那這部分請西海幫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專題報導其實跟我們以往的每一支的風格都不太一樣 所以各位蜜粉們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這支影片 算是我們堪心突破喔 最後還是要感謝各位蜜粉 因為我們一路走來走到兩萬訂閱這個大關 也是因為各位蜜粉一直給我們很多很多的支持 那希望在之後呢 大家還是一樣可以繼續支持我們喔 今天每一途囉 圓滿成功 掰掰